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好久没有拍视频了,今年一行都比较忙 今天做这支也是一个观众反馈想看的一支笔 那就是好像是叫小鸟五一吧 好像是这个名字 那这样子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吧 我这个笔,我记得它好像是,啊,对 它反过来的,就是笔杆的地方,它是一个笔帽 好,那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再找一支吧,还运好了 好,那首先能看到这样的一支笔 那它首先有一些纹粒嘛 然后呢,它的笔的形状算是我做这么多期以来吧 第一次见到的一个,一个形状吧 就是这里细,然后这里粗这样子 那笔身的话,呃,还是一样中骨的一个尺寸 但是偏粗的这样子一个尺寸 然后呢,这个笔尖的话,笔尖的话还是换这一支 笔尖的话应该也是,啊,好,26号尖左右 因为百利金的那个笔尖是比较长的 等一下我先,我顺便把146的这几个也给拿一下 800 OK,好,那能看到笔尖的话的一个大小的话 也是常规的26号尖,那如果有什么 26号尖的大小应该是可以直接那个基尾的 但是基尾的那个,还是要提前说一下 就是基尾的话很麻烦的 因为你不是所有时候那个笔尖跟笔尖是贴合的 那很多时候不贴合你就要微微调了 这个其实挺麻烦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啊 好,那个,好,21颗,哎,比想象中要那个重一点了 哦,16对,啊,中间的一个重量的 但以这个体型来讲,第一个感觉是偏重的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啊 尺寸上的话我应该,啊,看一下啊,140的一个长度 然后就14厘米,然后再下来的就是这个 118,8万帽以后的一个重量 好,那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好了 笔尖的话,那我来看看,笔尖的话首先是这样子,上面有一个啊,小鸟 上面是写的什么,我看,我看的不是很轻啊 W-R-E-U-X,还是M-I-E-U-X啊,呃,是拼音吗 我不懂拼音啊,知道的那个观众告诉我一下 真,这个有时候拼音我真的看不懂啊,啊,好,然后这个,啊,M-R-E-U-X 不知道是不是拼音,不知道哪里来的 然后这个,哈哈,小鸟,嗯,这个小鸟,哦,这个,哦,必须要对比一下这个小鸟图案 来来来,这个,呃,这是,这个啊,之前我观众给我普及过这个,这个怎么读了啊 反正就是,啊,都是加起来嘛,哈哈,然后这个,哦,好门啊,这个瞬间感觉,可以可以 好,那个,笔尖的话,前面有,有点偏,有点像屁股那样子的一个,嗯,尖的一个打磨了 像这一类的话,比较容易就是断磨,好处的话就是不会刮纸,就这种打磨方式的话 看中间的话,它是有点往里面收的,你看那个光位,就是那个光位 好像那个黑色阴影部分,这个阴影部分有点像一个陶芯的这样子一个形状 然后侧面的话也是源头,那应该也是,中缝也是有点漏,应该出水估计也是挺大的 然后,笔尖的话,倒是挺规整的,左右倒是挺平衡的 前面源头打磨,那应该也是说就真的是完全是出口为主的,这支笔应该是写英文为主了 因为通常的话,英文的话是非常非常讨厌挂子的 中文其实也有点阻尼感,英文倒不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呃,笔杆吧 那首先这个的话,里面有个塑料套筒,这里白色的应该能看到 然后呢,这个,这个圆头的话,我觉得这个处理不是很好看的 我觉得应该要像,怎么讲呢,就这个地方的话应该要,这里好像是有点扁圆了 我觉得要正圆的才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笔帽的话,它是没有笔夹的,那所以就是说没法防滚了 不知道这支笔一开始设计出来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了 诶,刚刚还忘记量了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笔握,应该是9吧 诶,果然是9 诶,我看一下,是有了,OK,这个,这个位置吧 这个,这个地方只有5勒,也要到最顶,呃,应该不会吧 OK,来,来,来,再来一遍,不会5吧,这个,对9,呃,只有9的话 但是,它这个就显得很细,拿起来应该是没有9,对,拿的,我拿的还前面一点 整个手好像在归在一起一样的,这个,这个,就是它加了一个,这个鞋,就是这个,这个面,截面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多余,然后再下来看一下它这个笔杆的一个纹理了 纹理上的话就是看你个人喜不喜欢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纹理了 反正做的话也不会很难做,就是有圆筒的模具,然后就是把笔靠在那边,然后一起转,然后压就压出来了 这个笔的话的感应的话是一个金属感的,因为那个重量在哪呢 然后再下来这个纹的话,我觉得压的不是很精致 虽然说价格摆在那边也没办法要修那么多 然后这边是一个整个就是怎么讲呢 这两个漆面如果细心看的话,这个你能看出是一个塑料的 这个的话就相对相对来讲比较雅一点的 但是我现在看到实体的话是明显能看到一下,就看到一个小一点的差别 然后笔上的这些pattern就是上面的一个元素 我个人觉得的话好像金豪的那个就是有点叫什么有点像长城的那样子 那个纹还是叫什么纹,就观众给我普及过,我忘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纹会比较好看一点的,笔的话 那个平常的一个吸墨器,然后笔握的话倒是握起来 这个触感倒是不错,笔握的触感 倒是粗,那个粗细度我觉得可以再调整一下 整笔的话,我倒希望这支笔会可以再粗一点 它如果插上笔帽了,这样子呢,反而就是很合适 追求了一体感,但是牺牲了这个笔握的一个粗细 而且本身整支笔它不算是非常粗的 然后这里再压缩一下,我现在拿下就感觉一般般 手,可能我手比较大,然后就是抓的不是很舒服 然后上面这个小鸟的一个logo倒是挺怎么说呢,挺闷的真的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上一下墨吧还是 哎,没忘记的那个,好,可以 好,那个最主要的上墨阶段哈,有有上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下来给它插一下,我感觉用这么多的一个,就是这个墨水瓶吧 最好用的还是这个鞋垃的,其实我最喜欢是无足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超级美的那个,超级美的那个瓶子 我一直很想搞一个,但是那个的话就是那个口径太小了 呃,不是很合我口味 我觉得如果它那个口径大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那个好的 好,那一个试写一下 哦 刚刚看笔尖的时候感觉好细啊,那么感觉好粗啊,就是中缝,粗水感觉还是不错呢,看一下这个粗水 喂,看 也断墨倒不会断墨,倒是这个斜感有点奇怪 呃,看一下,嗯 呃,轻轻的,我滑几下,然后重一点 诶,弹性还是可以,倒是这个斜感有点 哦,刚刚可能是出墨不顺 现在出墨顺一点,但也不是 对,好像挺容易出风的 呃,不好意思 电话来了,然后突然就断了 好,那个我们继续 呃,看一下哦 呃,咱们把它先写完吧,也不是 这个 呃,写感是真的不错的,这个感觉 我感觉我的字有点加成的 对,好像很容易出风的 然后,好像很容易出风的,这个 笔的鞋感不错 没了,就这个鞋感怎么样,怎么说呢 就有点像永生的那一个 呃,怎么讲 永生的那个618的那个鞋感 但是它没有那种顿挫感 就是这个写起来的话 暖弹度也不错 然后书写起来吧,也挺舒服的 你看这个好像自动就有加成的 这个再写一个看看 对了,好像直接就有加成的 哦,这个笔不错 呃,笔尖很棒 这个感谢这位观众的一个推荐了 这个笔真心好了 这个,呃,就是笔感上面不是很合我口味 但是笔尖的,我书写起来 其实,呃,怎么讲 它没有滑顺度 也没有那种阻力感 但是,它这个就是平衡点抓的还是挺好的 写起来还是挺ok的 然后,写起来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你会感觉这支笔很耐用 就是你,你会觉得就写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支笔非常耐磨 好,那个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这支笔,呃,如果真的比较好的地方 就真的是它的笔尖 呃,跟那支什么就是 呃,英雄的一个 哦,英雄的一个236一样 就是你写起来的时候嘛 就是236是特别弹嘛 然后这支的话就是很有 写中文写英文我看都挺不错的 就是这支,然后哪一个 啊,不是这支,打错了 呃,这支才对 这支是油行笔正宗的0.5mm man,你看好像 我买的还是F间呢 你看这个0.5mm 哦,我好像终于有一次觉得那个用 我用干笔写的比我写 用原子笔写的好看一点 啊,不过回去对比回去 我第一个视频 我感觉我自制好像不少了 就是我以前出的第一个 应该是五云两品吧 我记得我第一个视频应该是 就钢笔视频了 当然是 我第一个做的应该不是钢笔视频 应该是软件教学类的视频了 然后后面顺手就把钢笔给做了 好,那个对,然后可对比一下 呃,0.5的比较粗 所以说这支笔的话 主要买回来就是把那个尖给拿下来 然后换到那个你喜欢的一个笔杆上 那这个笔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知道需不需要调整呢 如果机尾一下不用调整 直接换上去应该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的尖的话 这种尖的话也比较好鸡尾了 你不像那个 嗯 血肋实施可以来讲 它这边两边比较阔 然后很多时候你中间这边没有接触好 然后两边这边就左边和右边都是没有接触到笔权嘛 就中间这个很小的面积 所以很多时候写到一半突然就断膜了 就是 血肋的还有白金的那个也都是这个问题 就说这两边都比较宽 那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微调 那像这种尖的话这个 呃,笔尖本身也比较粟 然后你在那个拔下来的话 换到别的一个肩上 你看 跟笔尖的一个贴合度会做的比较好 那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呃,麻烦麻烦的问题吧 我觉得 好 那这样子感谢这位观众啊 这次比那个好久以来没有一支国产笔的一个书写 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这次这个挺让人满满意的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 然后我帮你拉到那个钢皮群里面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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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